拓展台湾国际外交 台中市政府在雾峰光复新村 建置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 目前已有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 与德国国际搜救队等组织进驻 总统蔡英文这天也难下视察 了解中心的推动成果 虽然碰到了午后对流于打乱参访巡程 不过总统也允诺会请外交部 成立跨部会小组尽全力推动 台湾市国际市委员会执行长董思琪 向总统蔡英文的贵宾报告 INGO的规划简报 一位设置国际NGO中心 是蔡英文总统重要证件 由台湾市政府大力推动 在雾峰光复新村规划了国际NGO中心 13间房舍 4间为共同空间 9间则开放国内外NGO组织 申请进驻使用 而蔡英文这天也特地难下来视察 这是成立了INGO的专办 专案办公室 目前其实德国的联邦 搜救权协会也进驻了我们台中 那有努士基金会 还有其他几个组织 也都在申请我们台中这个INGO园区 那总统表示 这个计划非常的好 中央会全力来支持 一方面通过INGO的这个基地 让国际能源度 台湾的国际能源度增加 也让这个 在外交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INGO 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市府在乌丰光复新村打造 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心 目前也有德国联邦救难权协会 德国国际搜救队等组织进驻 谢谢 谢谢 好 看到搜救权铁熊出现 蔡总统也亲切地拍拍她的背 感谢她协助花莲救在有工 很开心 因为他们家自己有三只也是拉不拉多犬 那其实总统之前知道 我们铁熊在铁熊推推到花莲去 救了我们地震的生还者 他一直就有跟我们说 他有机会想要来看看他们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他过来真的是相见欢 除了解INGO运作情况 总统蔡英文也跟灾新青年闲话家常 虽然因为雨打乱了行程 不过蔡总统允诺会全力支持 让INGO在雾峰光复新村成长茁壮 进一步拓展台湾的国际外交 接下来封台中常报导